歡迎大家收看推背圖身邊有余宗哲師傅的一年六集的推背圖 來到今集已經是最後一集了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不同的像 師傅,有很久以前盆古初開 到後來袁世凱我們也有提及過 其實會不會有推背圖的像是會再近一點的 這個時間線是近代一點的呢? 是的,在六十像裡面 按照一些前輩、學者、專家研究 其實大概到四十開始 四十一像之後就是近世 即是現代的 甚至有些是說來的 即是未來的東西 我們之前一直說過 都是說 你說的盆古初開、都堂 五代十國 一直提及過 即是民國的時候 孫中山、元世外 基本上如果我們說是近世 有些比較有代表性的 後面很多的就是從未發生 人言人暑、各有各的理解 不同的演繹 但是有些比較貼近 現在我們這個年代 經歷的歷史的進程 發展的發生的政治、經濟的事件 對有些像來說 好像有幾貼切 我們今次就準備了四十四像 這四十四像 到底是說什麼 好像有兩個人 一個人坐著 有一個人就向他打工作誹 背部也有一把弓箭 當然這個 我們先看看他的慶 那個慶詞就說 日月麗天 群音涉復 八靈來朝 另外是相宇四足 好像猜迷雨一樣 其實這個日月就是個明 也有說太陰太陽 這個慶天 這個慶不是意思是美慶 這個慶我們在《易經》裡講過 這個慶是意思是負慶 即是依附的意思 依附 依附著它 日慶中天 日慶中天 在天空上高才能夠發揮光芒 日月也是 日落西山 什麼都看不到 在日慶中天 有些解釋 日月也是個明字 明朝的明 叫附名 tough 元璋 群音涉復 即是近世,我的理解是说现在我们的年代、20世纪、中国的经济改革 如果连着重词去说,我们会更加贴切做一点 例如我们来看看重词一起去说 中国如今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四夷从亦清天子,喜极泰来,九国春 加上参词后面那两句说百灵来朝,相与四足 百灵有些人解释是百灵了 但其实我的理解是什么呢 中国在近一百年的内乱里面 49年解放,到79年 邓小平复出改革开放的时候 其实中国的经济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变成了她的忏词和重 我会觉得她是由邓小平复出改革开放 而是说到现在的经济起飞成为世界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系 我会觉得好像是贴切历史事实 在重词中说 中国如今有姓隐,虽非豪杰也周成 中国这个名称 有些人说古时没有中国的中原 其实中国是近代的说法 去到民国才有中国 其实根据古文 《诗经》里面也有中国这个名词 不过跟现在的中国概念 实现的主权 这样的理解 中国是不同的 当然 她说 中国有圣人 为什么呢 中国一向都有圣人 比如说 人羹三圣,勢力三股 伏羽是圣人 文王是圣人 孔子也是圣人 姚信也是圣人 但是唐宋元明称 到现在 有什么圣人呢 你说 秦皇汉母,唐宗宋祖都很厉害 但是又够不得上 是叫做圣人 近代史 中国八年代年解放之后 亦都由文化大革命 又四人帮 很多事情搞乱了 到了79年 邓小平改革开放 复出了 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的经济 由那时开始 发展到现在 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的 一个经济体一系 邓小平这个功 我觉得是不可没的 至于是否可以封盛呢 这个有千秋的功果 留待历史去评说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功劳 对中国的贡献是非常之伟大 所以说 现在中国有圣人 未封盛 不过我觉得他和圣人都可能有关 为什么呢 原来邓小平的名字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原来他的名字叫做 邓先圣 先圣 圣人的圣 读书的时候 启蒙老师帮他改了 叫欺言 希望他成为言人 欺言 先圣 先人 即是祖先的先 先圣 先圣欺言 原来他的名字 都潜藏了 一个圣言 两个字 加上他的贡献 改革开放 79年 令到中国的经济发展 基本上脱贫 我觉得他的历史 应该将来 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 虽非豪杰 周成 就算他不是豪杰 都能够成就这些事迹 或者工业出来 周成又好像暗藏了一个人 因为邓小平政坛上 三上三落 是谁保住他呢 周恩来 如果没有周恩来保住他 邓小平可能就没机会复出 所以周和邓这个组合 是近代史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那个重词 中国如今有圣人 虽非豪杰也周成 改革开放之后 四而重逆 清天子 四而应该在古时的说法 中国人 东南西北都有些蛮夷 小数民族都翻邦 东移西庸 南韩北敌 这叫四而 但如果近代史 我们说 应该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四大强国 英美法蘇 英美法蘇 中国 四而重逆 有些人说 四而应该不是加中国 五个强国 有些理解就是 苏联解了体 又不叫英美法蘇 解了体叫俄罗斯 苏便变俄 四而重逆清天子 比极太来九国春 由于中国的经济 开始起飞强大 比极太来九国春 九国在古时就是九州 中国的地理版图 就分了九州 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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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九国 九州即是邦国 但是 现代的九国 是我的理解 Amy有听过 有朱八 八大工业国家 八大工业国家 叫做朱八 开高峰会 这八个国家是哪 英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俄罗斯 八个叫做朱八 根据GDP 或者是产值 这样去定 但按照实力 中国应该是 进入朱八 变成是朱九 这个就变成九国 九国春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那 草怎么知道 群阴说服 百灵内朝 文革四人帮 那些平反了之后 另外外国以前围堵中国的国家 看不起中国的国家 现在 都变成 来中国做生意 和中国合作 百灵内朝 零 湘羽四足 很多人理解 湘羽是两个翼 四足 是瘦 究竟是什么 有两只翼 四只脚 我理解 湘羽是个雜字 会不会是习近平 我不知道 但是四足 周恩来最早提出 四个现代化 就是农业现代化 工业现代化 国防现代化 和科技 科学技术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 四足 四个实现到 所以这个双羽四足 到了习近平的年代 就可以实现这些 究竟是还是不是 这是我个人所理解 至于图 其实又提示了些什么 坐在那里 当然我们理解 主就是我们自己 其他有个人 走来向我们 百灵内朝 政治合作 经济合作 但是不要忘记 政治的角力 争俗都是表面 和谐内女的角力 背着那把功 功佬通常在古时 都是兵器 即是说 在和平 大家谈判和和平共争的过程 其实也不要忘记 国防 或者实力的竞争和比拼 的重要性 至于这个像 配上微制寡 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如果按照周易的序挂转 Amy 未制是最后的序挂 但它推背图 就不是按照周易的序挂去排 因为它是 刚刚第四十四像 就配到微制 微制的意思 本来就是 一个终结了 或者任何东西都未成就的时候 成就了就完成了 完成了又要重新开始 微制的时候 即是说 什么都未成功 但其实它预示了一个 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终结了 然后又开始 开始了又终结 所以它配这个微制寡 微制寡 是先空后吉的寡 既然这个像是预示我们现代史 大家也不妨尝试拿着这些 参词中词去参考一下 这个时候休息一会 回来跟大家再说第六十像 休息完回来第二节的时间 来到最后一节 也是推背图最后一个像 很久之前 基本上师傅你也提过 我们的推背图的明明 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个像 而一个帮助推背 还是按摩 其实这个像是说什么呢 因为推背图一般的版本 都是六十 而金星探的批准版本 也是六十像 六十像最后 那个图像就是这样 就是两个人 听说前面那个就是 袁天公后面那个是李淳峰 当然有另外一个说法 就在推背 因应同态宗李世文的要求 本来就叫他两位 去用一些占卜的方法 就是预测唐造唐朝的国运 之前我们也有说过 但原来推下推下推下 推了上引 入了迷 越推越远 跟宋元明清一路推 推了二千年后的事情 因为一路这样推 所以根据这个图像 推背 就叫了他 不是什么预测 什么占卜预言 而叫了他推背图 传了来 反而推背图的名词 就变得红了起来 反而他预言 预测尖卜那些 反而没有人将他命名 其实好想 说到这个图像 图像是这样 但其实里面的参与 和众是说什么 对 因为最后一个图像 叫中 中 我们说有开始 又有终结 但Amy 我们在《易经》里面说 中国的文化 就不是讲始终 是讲终始 亦都人都是一样 跟大战一样 人就不是讲生死 是讲死生 死在一个阶段的终结 意味着新一个阶段 又开始死而复生 所以孔子又这样说 原始反忠 故知死生之说 中国文化讲终始 就不讲始终 那六十章是终结的 其实他暗示 隐瞎着是另一个开始 这个世界永远都是这样的 人的生老病死 我死了又有下一代 不是下一代 都是其他人的下一代 春夏秋冬 冬天过去一年终结 意味着春天又再来 朝代的兴成衰亡 都是这样的 唐元祖道送 到元明清 时序的春夏秋冬 朝代兴成衰亡 人生老病死 从来都没有终结 只是一个阶段 演完 然后重新 一个新的阶段开始 六十章是终 但其实是隐瞎着 始的 所以它裡面的慘、仲詞和卦都是這樣說 我們看看它的慘是怎樣說的呢 一陰一陽,無此無蹤,陰陽是太極 一陰一陽之為道,道是無形的 大象是無形的,無此無蹤 你說它中了嗎? 你說冬天完結了嗎? 其實是春天來的 你說春天開始了嗎? 說ALK到夏天了 無此無蹤 亦都寓意兩個人一前一後 前為陽,後為陰 中者自宗,此者自此 就是以資學來說 你蹤的就是蹤,此的就是開始 那莘辭不中 所以說並不甘重 它們當時都說 MSTB 望望天素 产以中求 一定算不其中逑 不自由, 漫漫千千, 雪不盡, 不如推背去歸憂 是什麽意思呢?原來推到入了迷, 李淳峰推到不肯平 袁天光說, 女友記, 亡亡天數不可求 我們曾經說過諸葛武侯的機密, 一開始諸葛武侯就說 天數亡亡不可知, 人算不如天算 世道輕衰不自由, 世道輕衰, 朝代的衰亡輕盛 不道理, 人不去控制, 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春夏秋冬時序的變化, 人的生老病死, 不自由, 不由得你說 明天又來, 後日又來, 慢慢穿穿雪不盡 這個時間是無極的, 算吧, 到這裏停了 袁天光說, 不如推背去歸憂 推背去歸憂, 有些朋友說笑 不如去按摩算, 推到腰痠骨痛 這個圖, 後世就叫做推背圖 歸憂, 萬事歸憂 歸憂就算了, 停了 但宇宙從來不會有歸憂這件事 那其實配上了這個卦, 有甚麼特別的意思呢 那個卦呢, 水卦呢, 其實它是 本來在序卦裏面, 它不是最後一個卦的 但配這個最後一個象, 水呢, 是窄地水 其中有些斷詞, 裏面的斷詞是 你有猶往, 順天命, 順天應人, 順著去走 水呢, 是一些人, 一些資料, 或者人, 聚集了之後 然後出淚, 就拔垂了 即是說, 由孕育了一些新的東西開始 你終結了都好, 慢慢慢慢又有些東西拔垂 超脫了出來, 又產生新的東西 那就由終, 又到始 這樣說, 其實呢, 我們在說 它說, 茫茫天數 茫茫天數, 始終沉 沉不沉到呢, 其實 它呢, 現在, 我的理解是這樣 Amy 現在科學家 用科學, 現代科技 去預測未來的東西 其實都是預測不到的 預測不到的 科學去解釋這個宇宙傳有的東西很有限 人怎麼來呢 就視覺到一個本體論和原起論 這個就不是科學來的 是一個哲學的層面 甚至是一個宗教的層面 科學家用科技去預測未來是不行的 但是, 袁天光和李巡峰 他們不是用科技, 不是用電腦 去預測未來 他們用什麼呢? 他們是用占卜 是用像素去演繹 所以, 中國的傳統的哲學 或者是文化, 《易經》 《三逆》 按照當時的《年山歸藏》 和《周逆》去推 這個是哲學的層面 或者是宗教的層面去預測 那是否都可以預測到 將來的東西呢? 預測到設合事實, 歷史驗證了 那是對的 未發生, 驗證不到的 其實都是各有各的理解 表達演繹 是嗎? 金聖誕呢? 就批准這個六十象 我們說這個推背圖 其實是由盤古初開 一路到唐朝 一路推到世界大圖 是說一個探索國家的命運 朝代的命運 為人類命運的歷史發展 基本上是一種 好像歷史哲學的範疇 對與不對 其實數可不可以知呢? 金聖誕有幾句說話 其實可以給大家參考 金聖誕在批准這個推背圖的時候 他說 為數可知乎, 數可不可以知呢? 可知而不可知也 為數不可知 如果數不可以知呢? 他說不可知而又可知 可知者數 不可知者都是數 天數 這樣說 他又說 我生以前的天地可知也 可知者是數 他說 我生以後的天地 未來的時不可知也 不可知也是數 所以他說 數的時異是大耳栽 數是說時與位 亦經說 時間和空間 他說 如果合符節 符合歷史的事實 合符節 就是數 其數之可知也 其數之可知也 其數之可知而不可知 不可知而可知者也 符合到 就行了 玩其詞 參其意 他說一句 胡運不長 胡運是不長的 外族侵略中國 當時是滿洲人 統治中原 胡運不長 可立而代 武義天之嬌子 自處也 你厲害也好 不要以為自己是天之嬌子 很容易 由輕到衰 由強變弱 由生到死 由始至終 整個 我覺得推背圖 是一個 好像歷史哲學 這兩位前人 是用中國的像素 去預測 朝代的輕體 國家的命運 人類的歷史發展 一本寓言書 其實這時候 推背圖 這個節目正式完結 我覺得正如我們以前 學過很多其他 譬如逆經 或其他 道家的節目 我想最重要的道理 都是明白 人生所有東西 都是變幻莫測 都是周而復始 所以有時 凡是不會看得太輕 我們當作文學作品 那樣東西 去欣賞 去了解中國更多文化 推背圖的完結 也代表了下一個節目的開始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 我道通天理的節目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讓我煩客 點燈 拜托 你好 今天 要說 在這時候 我們要幫助 看 那個 還說 我 在這時候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